法国巴黎建筑物外 民众把英国已故戴安娜王妃的肖像 做成海报贴了起来 因为1997年 也就是25年前的8月31号 这位英国最受人民爱戴的王室成员之一 在巴黎发生车祸去世 当时年仅36岁的戴安娜 疑似为了躲狗仔而出车祸 从此和世人天人永隔 你觉得它很难适合吗 我对 主要是因为我当初来到场上 我希望能够联合我的行业 我曾经有很多人在看我 我只是厉害的力量 但是年轻越来越好 我们仍然在学习 回顾戴安娜王妃的过往 1981年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结婚 但童话故事终究是书本上的佳话 两人在1996年离婚 隔年戴安娜车祸离世 戴安娜逝世25周年 她在世时最爱的一辆福特汽车 日前在英国银食赛道拍卖 以大约新台币2600万元卖出 这位昔日焦点人物的生前物品 仍然受到世人珍惜 中央社正好报道